原标题 双方投入的兵力也越来越多 于是开始组建大规模兵团 一个兵团人数最少的也有三个军 多则四五个军 而在淮海战役中 蒋介石集团最强三大精锐兵团 人数都达到十万余 论武器装备都是当时国军中最先进的 而且各兵团司令员都是当时一等一的汉将 今天小熊就给大家介绍 这三大兵团前史今生 以及怎么覆灭的 第一个 第七兵团首任司令员是黄百涛 因此又称黄百涛兵团 黄百涛在国军中算一位另类将军 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完全靠战功在国军中站稳脚跟 并得到重用 当然在解放中特别是玉东大战之后 黄百涛表现出色 在战后 蒋介石亲自为黄包涛佩戴青天白日 勋章 不久 蒋介石决定将六十三六十四军和二十五军合编为第七兵团 请注意这几个军都属于杂牌军 大多都是出自乐器 然而怀海战役中黄百涛兵团甘愿急先锋 最后被华野包围缅装地区 然后陈素调集重兵雷兼黄百涛兵团 华野历经十二天坚固奋战了 最终全歼整个兵团 但是同时也给华野造成巨大伤亡 而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涛也被击毙 第二个 第二兵团首任司令员是邱青泉 因此又称邱青泉兵团 邱青泉毕业于黄埔二期 他能文能武 打起仗来不要命 人称疯子将军 1948年8月 蒋介石在整编第五军为基础 扩建第二兵团 请注意第五军 当时是蒋介石集团五大王牌军之一 第二兵团有第五军加入 更是如虎添翼 当司令官为杜玉明 后来渡到东北指挥作战 所以让邱青泉接替司令官 要知道邱青泉在国军将领中 谁都不服 就幅度欲明 而且两人关系也非同一般 而在淮海战役中 第二兵团麾下 共有六个军 加一个独立骑兵旅全团 共12万人 然而 在此战中历经黄百涛兵团 黄围兵团被歼灭后 第二兵团也被包围在徐州 萧县陈关庄地区 在1月6号 华野发起总攻时 华野战士采用多路突入 分割被歼 即战至10号时 全歼第二兵团 邱青泉被击毙 就连杜玉明也成了我军俘虏 第三个 第十二兵团首任司令员是黄梅 因此又称黄围兵团 这支兵团可以说是嫡系中的嫡系兵团 因此 该兵团司令员黄围 副司令狐连都属于土木系将领 而陈诚又是这支派系领头人 包括黄围 狐连都属于将嫡系将领 淮海战役之前 蒋介石决定 以整编第十八军和无少州第四兵团为基础 建立第十二兵团 五个军家第四快速纵队总共十二万人 在淮海战役中 黄百涛兵团被包围后 蒋介石让黄围兵团前去营救 当十二兵团行军速限时误入中 原野战军的包围了 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围攻下 一步一步把包围圈缩小 最后把黄围兵围困在一个叫双堆基地区 分阁被歼灭 司令员黄围也被我军俘虏 副司令狐连逃脱 至此 国军三大精锐兵团 兵团司令员两个被击毙 一个被俘虏后 蒋介石也开始为自己向退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绸く